社团法人青年共创发展协会花莲福源新生命 以及这个光华国小新城国小携手合作 良生定做的专属于国小生的新世代青年城市论坛 主打新媒体新教育的领域 鼓励学生来掌握新媒体的趋势 而这场论坛除了是强调新媒体 也结合食农教育的概念 跨界成为小小食农网红 总共是有120位的小学生 以及近20位的老师共享盛举 这次的青年城市论坛 特别在花莲福源新生命的 食农实验农业教育园区举行 实际的体验农夫必修六步骤 认识植物 整地 栽种 擦迁 也在农地体验食农寻宝 透过味道的寻找 让课程体验出品格教育的意义 开心我们这次青年共创发展协会 能够跟光华国小还有新城国小一起举办 青年城市论坛的食农教育营 那这次国小的论坛呢 我们特别选择在我们的实业教育的农业区 能够让学生有实际学以致用体验的场域 那帮助学生透过这样实际的场域呢 能够体验五星的课程 实际的能够学习学以致用 所以我们这次的课程 我们会有KOL的新媒体的课程 教小朋友怎么做直播 怎么做行销 也实际会有整地 还有在众的课程 让他们透过两种课程的结合 能够发展在地创生的理念 在他们的心里面 让孩子学习勤奋 付出代价 等待的体验 用实农好好玩创意游戏方式 带领小朋友认识实农相关知识 去年在花莲举办新世代城市论坛 超过15间学校参与活动总人数达到3200人 透过翻转教育 食物课程赔力 更希望每个学校培养出100位青年行动家 对城市有使命感 发现地方需要带出行动 激发实践社会责任 记者林杰 吉安乡采访报道